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机律师和郑平医师王力慧 2020年的时候诺兰指导了一部非常烧脑的电影 叫做天能 它里面就是讲到了一个entropy伤这个事情 那么根据伤增定律呢 你的乱度就是越来越大 你的伤越来越大 不管是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在你的身体生理方面呢 我们一直都在经历的伤增越来越大的这件事情 那今天就是要告诉各位呢 如何去重新的去减少你的乱度 让你能够回到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状态 不论是你的生活 或者是你身体里面的一个状况 我们几乎可以讲 你如果会变老就是因为你的体内乱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各位讲 如何伤减如何平乱 那这个平台呢 主要就是要来帮助各位 装备不管是你在医学上的新知 或是法律上的新知 让你借有知识就是力量 可以保护你自己跟你的家人 我每一周都会上传一则影片 那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现在就赶快按下订阅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伤增定律事实上又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呢 他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宇宙当中呢 有一个趋向于乱度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 那这是物理学里面的事情 我们现在先讲到在人性方面 是不是各位也在生活当中 不断的在体会这种伤增 也就是乱度越来越大 从有秩序到变成无秩序的这个情形呢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懒散是不是非常容易 然后觉得勤劳很难 因为懒散呢就是放纵你自己 然后你可以呢什么都不做 那你如果呢要让自己非常的殷勤 过一个非常有自我管理跟有节制的生活 你觉得你需要耗很大的能量 下很大的决心来维持你自己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变胖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呢 但是减肥却是终其一生都有的功课 我们可以放纵的吃这件事情的丝毫不费力气 可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嘴巴关起来 要严格的禁止呢 却觉得是需要非常的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够做得到 那对于分心跟专心 这两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我们经常呢 老师会要求小孩子们的要专心 可是呢 当大人自己去meditate 大人自己去静坐 学习打坐冥想 数席的时候呢 却常常呢 呼吸数不到五下 那个念头就又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对于大人来讲 一样这么困难的事情 何况更是小孩子 他更难加以做到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呢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要随便的放弃掉一个好的习惯呢 不愿意再继续坚持呢 是非常容易的 到底如何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去体会跟重建这个有秩序呢 就需要我们去养成所谓的原子习惯 你每天每天的进步一点点 就像是进步呢 像蚂蚁 那么一小步的那样一点点 你也是在对抗这个伤分定律 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到伤减的程度 伤减呢就是把这个混乱跟乱度很大 跟没有秩序 把它重新带回到一个 有秩序的一个 有节度的自我管理良好的一个 稳定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人体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说呢 人体是尽量的竭尽所能的在维持恒定 费了非常大的功夫在维持恒定 因为呢人体一样也是在倾向于乱度增大 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皱纹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脑沟 我们脑表面的脑纹 我们叫脑沟 你可以去看这个脑纹 其实是越来越光滑 因为就越来越退化 脑力越来越弱 越来越不好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去看皮肤的是一样 你可以看呢 你就皮肤的黑斑是越来越多 但是你头发却是越来越白 你就觉得这个黑色素怎么长错的地方 这样哦 你本来应该能够让你的头发乌黑浓密的那个黑啊 你现在跑到脸上了 然后就变成黑斑了 也是乱度越来越大 它就是一再的发生错误 那我们也可以看呢 一个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呢 他这个皮肤又嫩又白又可爱 可是呢 他吃了副食品之后 他可能一岁多两岁 他就开始这里也发痒 那里也发痒 整天发痒 异味性皮肤炎到处骚痒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其实本来刚生出来的时候 他的乱度是很小的 他是又白嫩又 又可爱又Q弹 可是呢 没有到一岁两岁 在这个世间也不过活个一年两年之后 他的乱度就已经开始增加了 开始整个就跑出来了 异味性皮肤炎跑出来 或者是某一些什么基因啊 遗传疾病就跑出来了 也许自闭症就开始就被发现了 这样感觉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视这一类 那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发现啊 我们这个体内怪怪的 怪怪的细胞 或者是称之为说 一些少量的癌细胞 或者称之为突变过的细胞 是越来越多 可是呢 真正有再生能力 应该好好帮我们修复身体的干细胞 却是越来越少 你就感觉呢 有秩序也越来越少了 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个在身体里是这样的 那老人家呢 我们就发现老人家这肠胃功能很奇怪 他们特别会放屁 放屁放的很多呢 但是呢 其实他们呢 吸收力却很差 吃了也不见得有吸收 感觉这个肠胃功能是用来放屁的 而不是用来吸收营养的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有些人他在过敏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其实他的抵抗力 并没有越来越好 感觉这个免疫力 不知道用到哪一方面去了 好像是趋向于混乱 过度抗静 或是过度低下这样 没有维持的非常好 也没有因为说他过敏 他的免疫力过度抗静 他的抵抗力就特别好 根本也没有 你就可以看到呢 在人体里面 他也是一直的不断在趋向 混乱的状况 所以呢 我们身体里面一样遵循的 伤增定律啊 就是越乱越乱就越来越老 那我们如何把它拉回来呢 如何让这个伤啊 乱度减少 我们就要来找找看 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伤减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自然里面的这些个状况 我们在地球上的 870万种的生物里面 唯一找到一种 他可以呢 永生 正确的说呢 他可以 烦恼环童逆生长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 Pheretopsis Derni 灯塔水母 那这个灯塔水母呢 他是生活在 加勒比海这个区域 他平常就是独立一只的水母 就在水里面飘啊飘 他有两种情形 他会启动他的逆生长 第一个就是 他遇到艰难的环境 严酷的环境 不好生存的环境 他就决定要逆生长 回去当宝宝 第二个呢 是他的生命 飘啊飘啊这只水母 已到的时候他就决定 他要回去当宝宝 那宝宝的时候 他就不是一只一只的 他是一虫 他是一个突起物 这样他们就活在这个海床 附着在这个海床 这样一只一只像树枝这样 我们就说他是回到 Polyp状态啊水溪状态 那他呢这样子 长大了成熟之后 又逆生长回去当宝宝 又长大 又逆生长 又长大又逆生长 他是无限次 可以这样不断的反复来回 所以他被称之为是 Immortal 就是永生 那当然不是说每一只灯塔水母 都可以永远不死 因为他还是有很多天敌 他可能被吃掉 他被吃掉之后 当然他就死了 他也来不及有时间逆生长 这样 但假使他不被吃掉的话 他随时都可以去逆生长 那我们去研究这个灯塔水母 他里面特殊的 在西班牙的研究里面 我们把这个 reference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他在西班牙的研究里面 他跟别的水母 特别不一样的就是他的DNA 就是他里面这个遗传物质 特别可以修复 特别可以复制 他的端粒特别不会变短 那我们解释一下端粒 如果这是一对染色体 在他的端点的这个地方 他都有一个盖子 那你每细胞分裂一次 这个盖子就小一点 再分裂一次盖子就小一点 等到这个盖子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一颗细胞 他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有私分裂 注定要要告老还乡 要归宗了 要大献已到这样 可是灯塔水母就是没有这种问题啊 他就是分裂分裂分裂 他还可以一直用 所以他就可以重复使用重复使用 还可以不是一直一直变老 而是逆生长 真正就像天山同老一样返老还童 那这个是我们在灯塔水母看到的 那另外的话 我们跟各位介绍过 我们在哺乳类里面 寿命最长的是 Bowhead whale 就是宫头巾 他可以活超过200岁 就是从美国第五任总统活到现在 Bowhead whale 这只宫头巾他还活着 再来的我们看到说宫头巾 他其实生活在非常艰困的环境 他就是缺衣少食这样 经常的在在海里面的时候 他必须要忍受缺氧 因为他是哺乳类 金鱼是哺乳类不是鱼类 他是没有塞的 他又常常要间歇性的断食 因为他是有一餐每一餐的 他的食物的供应不是这么的 食食都有 所以他的艰困的环境 造成他的寿命的延长 那我们今天再跟各位介绍 在所有的脊椎动物里面 寿命最长的叫Greenland shark 格林兰鲨鱼 那这只格林兰鲨鱼到现在 在北极圈被发现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根本就是在 大概明朝正成功的那个时代 他就已经活着了 他活到现在 那这一种Greenland shark 他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于 他非常的慢活 他一年只长大一公分 所以真的不要急 慢慢的长大 所以你看 Greenland shark 它就是真正的印证了我们中国人 那句话叫做大鸡丸蹄 他真的长得非常慢 那他性成熟也非常的慢 他到150岁的时候才性成熟 也就是150岁之后 他才可以交配 可以怀孕 那他怀孕也非常的慢 他怀疑他可以怀个8到18年 慢慢的在他的体内孕育 酝酿新生命 慢慢慢慢的什么都很慢 所以他可以活得非常久 那我们从这些大自然的生物里面观察到 你想Greenland shark 他活在哪里 他一样是活在非常艰困的环境 那么我们去看越是热带地方的人 他们的生长速度越快 近早熟越快 他们的寿命可能反而就比较没有那么长 因此呢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到底如何伤减 到底如何让你的乱度减少 你尽量把他hold住 不要让他乱的那么快 因为乱的越快的话 你老的越快 那尽量把他hold住 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你hold住呢 有人认为就是呢 见过你的身体就好了 比如说呢 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消息 有一个富豪啊 他就是把他一家三代拿来换血 他儿子17岁啊 把17岁的血换给他 然后他呢 把他的血呢 换给他的老爹 然后呢 他们就是每一次呢 换个1000cc的血 这样总共换了6次之后呢 这个富豪宣告就是说 他感觉他的抽血素质 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我们发现呢 换血这一步呢 可能没有骗过身体 但是呢 还有人认为 用干细胞的治疗方法 或者是说羊膜萃取物 或是胎盘萃取物 或是脐带萃取物 有没有办法骗过你的身体呢 这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呢 你要做得够多 你要骗得够 因为你可能去进行 什么干细胞的疗法 你回溯的次数 如果不够多的话 你怎么可能骗得过你的身体呢 倒是如果我们在烧烫商的人的话 我们在烧烫商的小小的区域里面 我们去用一些胎盘萃取物 或者是干细胞萃取物 或者是羊膜萃取物 各式各样的东西 把这些生长因子之类的东西 把它放在你的皮肤这里 确实就骗过了你这个局部的皮肤 它就可以长得又腥又嫩 就像是新生儿的皮肤一样 就比没有使用这些干细胞系列产品的人 皮肤会长得更好 所以其实干细胞是可以骗过你的身体的 只是你做的量要够 你做的次数要够 你要能够持续一直不断的做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只做个几次 就觉得你应该返老还童 那应该是骗不过你的身体 那我们先来讲 除了干细胞之外 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骗过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来进行减少乱度的伤减的事情 把脱续跟混乱的情形把它拉回来 能够把它hold back 让你能够进到一个年轻有序的状态 首先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吃苦当做吃补 这一集跟各位说到逆境可以帮助你长寿 那么逆境包括哪些呢 逆境包括寒冷 包括饥饿 包括缺氧 包括减糖 这一些全部都是让你不舒服的事情 因为你喜欢温暖 你喜欢有氧 你喜欢吃甜食 你喜欢呢 饱饱的感觉 享受美食 所以呢 现在要逆向反过来做 因为我们跟各位介绍过 The Hormesis Effect 双向激活疗法 这就是说呢 你要适当的给你身体一定程度的压力 这个反而会激发你生存的斗志 诱发你的身体去对抗老化的乱度 当你在这种严寒的环境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呢 激发出来的潜力 会帮你把这个乱度减少 把它拉回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讲 如果你真的愿意爱护你自己 帮助你自己延缓老化 有一个良好的老年的生活品质 你就不能够完全的排除压力 因此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要泡冰石 你除了泡热水澡之外呢 请你也要泡冷水澡 那么这个呢是帮助你身体呢 去用一种冷的刺激可以让你能够激发你的 伤减的能力 重新把乱度减少 那断石各位也都已经知道了嘛 那还有间歇性的缺氧 我们在这一集里面也跟各位介绍过 那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Bowhelewell这种公投精 都是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经历着 间歇性缺氧的生活 以至于他能够这么的长寿 那间歇性缺氧 一样是帮助你的身体激发出来一个潜能 然后让你呢 促进磷干细胞的一个再生活动 促进你立腺体的一个制造能量的活动 是让他能处于优患的一个状态之下 而更加的强大 帮助你呢 对抗乱度 那我们人呢 中期一生就是在对抗乱度 你的身体一直努力要维持恒定 包括他维持你的血液里面的酸减度的恒定 维持你的体温的恒定 我们是恒温动物嘛 所以我们身体很努力的在对抗乱度 那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帮助他 包括呢 断食也是一样啊 我们一再的讲到呢 卡路里的限制 不管你是不是有用断食几个小时 这样的方法 至少你一定卡路里要限制 还有呢 糖分一定要限制 这个都非常的确定 是可以使你延缓老化的方法 减少你的伤 减少你的乱度 带给你伤减 让你的无秩序回到有秩序 再来最重要的一个是 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 哈佛研究了75年的 长寿的秘诀 最重要的是 你的喜乐 他讲到呢 Good dreams are nice But joy is better 喜乐可能比你遗传到一个好的基因 更加的重要 那我们说呢 基因呢 你遗传到了 你得到非常好的基因 你是天选之人没有错 但是呢 后天的影响非常的大 你的基因要表现 不表现 如何表现 其实呢 都在后天 如果你能够经常呢 维持一颗喜乐的心 它绝对帮助你 伤减 让你能够有一个 Healthy Life Spend 健健康康的活着 下一次的话 我们会开始跟各位介绍呢 我个人从事抗老医学 以及实践 抗老医学里面 每一个重要的步骤 实践了这么多年之后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得 交给各位 让大家呢 跟着我一起来进入这个商检的生活 谢谢各位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您帮我按个赞